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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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再说了 我们三个人都是多年老相识了 这传出去都不好 来 先坐下 岳俊兄 我们都打开天窗说亮话 事情很简单 好 咱俊兄 要留邓所属部队 参加川西局战 那下命令就是了 如果周到一点的话 那就请你和胡纵南 顾总长他们 商定好一个作战计划 然后请蒋先生下命令 那不就更好了吗 这 是 稍等 我张军 我是钟正 益俊兄 刘自前到了没有 来了来了 谈的有进展吗 他们是想先约胡宗南 顾总长谈一谈 然后再谈 和属办公的事情 好 请你告诉他 就说 莫三 钟南都在我这 晚上再与他交谈 好的 对不起了 总裁在和胡宗南 顾总长谈话 只有晚上有时间 好 今晚我请客 请张长官多叫一些同仁来吗 这样好 咱们边吃边谈 气氛也好 这方面 我看不足夺虑 没问题的 是啊 再等等吧 你看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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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来了 你好 好 이� Ahora 好 您好 坐坐坐坐 紫前兄 在开宴之前 顾总长要和 紫前兄 靖康兄核对一个重要情况 顾总长 小义速向我报告 邓进宫命令索部集结广汉新都一带 阻击湖宗南部西进 这是怎么回事啊 耿耿此心天日可表 绝无此事 那刘自宫 你在西康的部队 已经破坏了穷来大桥 不许湖宗南部通过 这究竟又是怎么回事 顾总长 请问 你这条消息是听来的 还是业已查实了呢 我已经讲过了 是萧易速报告的 好 那就请顾总长立即派人 到西康熊来 亲自看一看那座熊来大桥 还在不在 一句话 我和邓进宫当众表态 愿具干节 我看这样吧 这件事还是暂且放一放 现在请自前兄和靖康兄 谈一谈对川西决战的具体想法 好 我说一句不当说的心里话吧 可惜呀 我和邓进康的部队 过去多数都被整垮了 今天如果像过去一样 就这个重担子啊 川西决战 我们两个担起来就是了 刘子贤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刘先生 不要心灰意冷嘛 我的几十万大军交给你去指挥 我们都是行家 你的部队我怎么能指挥得动呢 就像我的部队你也指挥不动一样嘛 谈了半天还是没有一个结论 刘子贤 你究竟打算怎么办 这还用得着我说吗 事实摆得再明白不过了 我是大军阀 又是大官僚 又是大地主 又是大资本家 样样都占权喽 共产党搞的就是无产阶级革命 他们哪里还会要我啊 我一直在说 自乾兄在大事面前绝不糊涂 他今天晚上这番话足以明智 诸位 咱们还是入席吧 边吃边谈 请 顾总长 请 请 东南 这回该放心了 请请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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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董总裁 你来了就好 一切都摆平了 万事大吉 我们可以松口气了 我说这几十年了 你怎么还这么书生气 简直是迂腐 总裁的意思是 你先坐下 我给你看这样东西 这是毛仁凤他们监听到的 雅安重庆之间的六份秘店 你说 这会是谁发的 这应该是刘文辉 给他雅安部署的电报 他们之间的联络 为什么不用长途电话 而且刘文辉这两天 突然改变了密码 我们无法破译 这是为什么 这就说明刘文辉心中有鬼 岳俊凶 总裁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对刘文辉我自有办法 你再看看这个 这是保密军云南战审醉他们 发来的电报 列举了卢汉等 积极相供的情况 你看吧 昆明怎么会是这个局势啊 总裁 你说我应该去昆明做点什么 明天 你带我飞赴昆明 无论如何要向卢汉 消以大意 好 岳俊凶 岳俊凶 昆明是我们最后一个落脚点 行前 你再到我这儿来一趟 我有重要的事情向你交代 好的 告辞 祝勃 今晚 你会干些什么呢 情况是相当紧急了 如果等到解封大军 到了威宁盘县一带 我们才宣布起义 那就太迟而没有价值了 所以今晚请你们几位来 就是一起密伤起义的大计 马英 你是绥靖公署的副主任 谈谈你对云南起义的看法 陆主席 你是知道的 我是赞成起义的 但是 面临大部中央军残暮 和军事机关退入云南的现实 我们不能不慎重地考虑 起义的时机问题 龙军长 谈谈你的想法吧 我赞成 马夫主任的意见 为什么 这是因为 敌我双方的军事实力所决定的 我先不去说 中央军在云南的部署情况 就是我们自己的军事实力吧 新组建了于建勋的第七十四军 愿在大理宝山一带 而我的第九十三军龙生文史 又在剑川赫青 军不能冲任起义的后盾力量 南小青 你是昆明警卫司令 你的意见呢 我也赞成 马夫主任和龙军长的意见 理由呢 我们在昆明的警卫部队只有张忠泉 张炳昌两个师 而且尚未编组完成 力量极其薄弱 一旦李弥的第八军和俞成曼的第二十六军 向我昆明发动禁机 我们是很难取胜的 我们是很难取胜的 我可懂得了 何为夜宫昊龙了 卢主席 我谈点个人意见 在我所谓生病期间 你是云南省的代理主席 有何高见 那就请讲吧 我是个文人 对军事问题知之不多 但我知道 中央军士气低落 早已成了惊弓之鸟 另外 我还清楚地知道 三一父老的心 他们是真心支持我们起义的 我认为 只要有了这两点 我们就能像边纵 解放大军那样 敢于和中央军决战 而且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让代主席言之有理 讲下去 请讲下去 陆主席 所说的起义时机的选择 的确是迫在眉睫的大事 蒋介石 如果再从成都败走 又把溃败的中央军全部撤入云南 那才是失去了起义的良机 好 我算成扬带主席的意见 下边你们各位有什么不同的想法 都通通讲出来 陆主席 成都法来紧急秘典 西南军政长官张群 明天就动身来昆明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这边听不吝点赞 车 明天请不吝点赞 车 你怎么来了 这天都亮了 您怎么还在工作 谁让你扶起 谁让你扶起 finns 是亡国之军 败君之帅 呢 是亡国之军 送他 为什么 忍さん 静儿 把窗子打开 偷偷去 外面太冷了 我怕父亲受了 父亲 您听 这外面的鸟唱得多好听呢 但愿 这卿尘的鸟鸣 会给父亲 带来一天的好心情 好 但愿 和静儿的鸡言 父亲 您是不是换一身衣服 不急 来 我们父子再聊聊 您忘了 岳君叔叔还在餐厅等着您共进早餐 你看 你看 这真是上了年纪了 父亲 换一身绒装吧 不然 走吧 总裁 您这身体又不舒服了 没什么 放心吧 岳君兄 我不会倒下 您可得好好休息 您睡得太晚了 来 都坐下吧 好 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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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哦 岳君兄 你们老家四川的小吃很有名气啊 哈哈哈哈 那么您就多吃点吧 哈哈哈哈 好 来 秦国 好 来 秦国 好 好 好 宗盛 总裁啊 您多虑了 嗯 不 今晨八时 刘文辉会从广播电台获悉 盛文于今天上午 接任成都卫戍总司令 今天傍晚有中央军接管呈防 他会做何感想 我想他不会逃跑吧 书生 你还是这样书生气 一句话 尽快地赶到刘府 把他给稳住 不不 接下来您打算怎么办 接下来 请君入望 你是靖康兄吗 我是靖康 子千兄 有什么事情吗 形势十分严重 关心我们的朋友都催促你我快些出走 老朋友郭勋奇亲自登门还发了三次警报 说是得自可靠方面的消息 敌人已经做好准备 马上就要行动 还有什么情况 你应该知道了 蒋某人已经任命胡宗南的属下 盛文出任成都卫戍总司令了 我已经听到广播了 今天清晨天还没亮 担任城北防务的一个连长跑来向我报告 说盛文所部于今晚六十街坊 届时他们就要移交 到那个时候 你我想走可就走不成了 资霞兄 我 老爷 官邸大门打来电话 张长官到了 请您准备一下 靖康兄 不知何故张悦军突然造访 我得到客厅去迎迎他 再联系 请 自前兄 岳俊兄 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有事也进贫寒门的闲人 对我刘某有何策交 请讲 哪里 我是特意到府上向你自前兄道别 请 今天中午我将飞昆明 也就是一两日便可撞回 非常时期 形势不能有丝毫的闪失 所以我得专程到府上 向你自前兄面词 我才感到心里舒服 行事非常严重 我们共事多年 还望你和靖康兄 知之不渝 共之危局 其实成功与失败 并不是顶重要的 顶顶重要的就在于 坚守心智的努力之中 国事已然 个人已然 不顶尽 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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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一块走 我懂了岳军兄访物的心意了 好 不过 不过 我也先把丑话说在前辈 您说 胡宗南 王灵机这两位兄弟 对我和靖康兄 可是误解颇深的 你是我们的护身符 有你在那没问题 你一走了 他们会不会跟我们开玩笑 绝不会有此事发生 再说我也就是走一两天的事 另外 绝不要产生怀疑 果如此的话 我和靖康兄就谢天谢地了 四千兄 昆明那边想要什么土特产 不 不客气 我给你带几只云腿回来 那就多谢了 我告辞了 好 岳军兄啊 快些回来 我一定早去早回 好 自建修 这蒋某人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 这是什么药 喂 哪里 我是总裁办公室 下午四时 总裁约你到北教场谈话 黄军长 你可来了 坐下谈 不用了 靖康兄 有事说吧 刚才我接到总裁办公室的电话 让我下午四点去北教场谈话 接着又接到了自乾兄的电话 他也接过同样的电话 所以我请黄军长过来商议一下 看我和自乾兄应该怎么办 小张同志 你先把组织上的意见说一下 好 组织让我通知您和刘文辉主席立即撤出成都 然后转到黄军长的第九十五军驻地 最后一道宣布起义 我们从成都撤出以后 怎么和中共方面取得联系 我随黄军长行动 随时可以向组织报告 黄军长 您的意见呢 关键是 靖康兄和自乾兄如何离开成都啊 我这就去刘府 我赞同朋友的意见 立即撤离 否则你我二人下午四时赶到北教场 一定会被蒋某人软禁起来 你我二人 要么在他的淫威下命令索布 参加反共战争 成为人民的罪人 要么因反对而成为阶下囚 像张学良那样长期失去自由 走 立刻就走 对 时下东路解放军已经越过内疆 很快就要到达成都 你我二人暂时躲避到武侯慈 那里有我一个营的兵力 而且攻势上好 不行啊 自乾兄 他们都知道 武侯慈当门大盗 乃胡宗南撤退的必经之路 在所必争 只需两发炮弹 一颗飞机炸弹 就把我们都解决了 再说 还连累了孔明先生 这刚就 你的意见呢 我和黄昀商量过了 我们从成都逃出以后 先到他的九十五军驻地集结 再做计议 好 要走 一定要赶在下午四十以前 否则你我啊 必然会落到蒋某人的手里 黄昀让我告诉你 今天下午一点 出北城门洞 再指定的地点集合 再向九十五军驻地进防 知道了 金刚兄啊 咱们还得商议一下 具体的出城方案 现在蒋某人 已经开始派人 准备接管城防了 你看看这鬼天气 真是烦人 老弟 天一黑 中央军就来接防了 老兄 你看那是谁的车 好像是邓长官的车 邓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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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长官好安逸啊 还有时间出城打鸟 祝邓长官好运 放行 走 附近 事到如今 这个邓锡猴 还拿着烟枪出城打链呢 真是妄想太上唱大戏 一个乐不死的鬼啊 不对 难道他忘了还有三个小时 就是我召见他和刘文辉的时间吗 他没有忘 据邓府的人说 他是想出城打一只野鸡 还说什么见面的时候要送给父亲 他说鸡鸡是同音 想图个吉利 我看是他自己要图个吉利吧 静儿 你几个毛人风打电话 在此期间绝不能让刘文辉再出走了 是 快去吧 刘长官要去什么地方 刘长官气管炎又犯了 所以要先去北城外 法国医院看看病 然后去见蒋总裁 好好好 请 请 请 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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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瞎了眼了吧 没看见车牌号吗 这是刘长官的专车 我不管刘长官还是王长官的车 上风要我们查 我们就查 你们的上风是哪一位啊 我要到蒋委员长那里去告他的状 那你缺个傲吧 给我们下命令的上风就是蒋委员长的大公子 我们要检查 我们要检查 怎么没人呢 是啊 人呢 我去机场接的台湾客人还没下飞机呢 你不是要送刘长官上法国医院吗 送刘长官的车还在后面 那你去机场接什么客人 我不清楚 我的上风告诉我 是蒋委员长的客人 请刘长官派车去接一下 要是耽误了时间可要负责呀 真是大水冲了罗王庙啊 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 对不起 赶紧赶紧赶紧打开打开 赶紧放行 不是 不是 都几点了 你看看 就是啊 二位老兄 自前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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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走了这么久 为了怕出岔子 我在离北城门很远的一个拐角处下来撤 从左侧城墙的一个缺口翻过来 好不容易才走到这个城隍庙 没想到老了老了 倒跟着蒋某人打起了游击战 搞起了地下工作了 唯有如此才能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啊 必有后福 必有后福 必有后福啊 把车开过来 来 走走走 好 上车 来 走 走 父亲 我刚刚给刘登府上打了电话 他们都说人已经到了北教场了 人呢 小 校长 是 是 是 不分析 我告诉你 今天晚上查不到他们的藏身之地 军阀处置 我 是 校长 来 来 来 静雯 给我拿杯水 好 不 先告诉我 李悦君叔叔到昆明了吗 他的飞机已经降落在昆明机场 卢翰去机场接他了吗 没有 他说身体不适 派了省府和绥靖公署的人代为迎接 是 但愿 但愿这位当代的梦户 别再节外生枝 陆主席 我和铁人兄到达香港之后 立即拜见了中共南方局的张铁生同志 向他转告了你准备起义 以及起义以后的四点具体要求 这位张先生有什么意见吗 他希望您争取时间 在国民党中央机关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 撤退到云南之前赶快行动 至于起义以后遇到的许多问题 也有湖南城前起义的先例 不许多问题 我在起义过程中 如果遇到麻烦 中共将会是什么态度呢 他明确指出 只要您立即建筑行动 中共中央一定会给予大力的帮助 铁人兄怎么没和你一起回到昆明呢 中共华南局指示 你们要去广州拜见叶剑英将军 我们不反对 但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 昆明的形势已迫在眉睫 我们建议林先生肃反昆明 向卢汉先生转告我们的意见 尽快采取果断行动 否则一误时机会误了大事啊 好 我这就有主心股了 建峰 有什么事吗 张军先生问你 何时与他相见 晚宴之前 请 请慢点 勇兄 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不然 我怎么会暂次云当神主席一职 来 坐下 好 好 病成这个样子 我呀 还特地为你讨了个药方子 很见效的 试试看 好 好好好 好好好 好 谢谢谢谢 张长官 实处威王之秋 你来爹 有何事欲啊 永恒啊 你这句话算说到点子上了 实下党国正处在威王之秋 啊 所以总裁特意让我来天 跟你 当然是跟你商量 他想把国防部等重要机关都牵到昆明来 这样 便于接受美国的军事援助 当下作为中国的反共基地 云南是最佳的选择 总裁的设想是好的 可是 如今的昆明和抗战时期是大不一样了 怎么 昆明发生了什么事情 没有发生什么特殊的情况 你是知道的 云南 在抗日时期 负担过重 元气未负 近来 驾至贵州 四川 逃进云南的散兵游泳 政府官员日夺一日 越发地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如果再把国防部等军事机关牵来 永恒兄 你要说得我清楚 你是怕云南政府承受不了 对不对啊 对 永恒兄 你多虑了 这不但不会加重云南百姓的负担 反而为你卢汉解决了现在的困仇 信水楼台先得月马 好 但愿如此啊